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评新 呃不是 评新闻 这个每次都要做一次 格林平电影的组合终于又回来了 对那我们这个系列呢 已经来到了 1234 上礼拜三集 对 6 超快耶 我们才做三个礼拜四个礼拜 还不到一个月吧 没有因为我们开始就是一个礼拜 可能平到两部三部以上的电影 爆肝耶 还好吧 一个礼拜看两部电影应该还好吧 是还好啊 对啊 我当年要录这么多影片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还好 你现在在跟我抱怨是不是 我们现在过劳中 过劳中 确实 没有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啦 对然后我们也是 诶这个讨论很多 这个大家都很想要听的这些电影的内容 而且我们尽量都敢在 就是除了上映完 上映首周上映完的 对 当那个周末跟大家聊 就刚好可能已经给大家一个 一个礼拜的时间去看了 就是我们已经给大家看 我们不是什么刚上映就马上聊了 这样大家可能会觉得爆了 呃OK 然后可能表现也不那么好 但是我们已经给我给大家一个 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个礼拜有什么电影上 是的 你可以看 而且我们都会预告啊 我们都会预告说下礼拜我们要聊什么啊 这礼拜可能还不会 这礼拜要预告什么 这礼拜要预告什么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对 好啦我们这一次的跟你凭电影呢 我刚刚差点讲平行文 我们这一次的跟你凭电影呢 要来讨论是花样女子这部片 嗯 那这部片呢是在呃 今年的呃 台湾时间2021年的3月5号上映的电影 那3月5号其实正式上映啊 其实在前一个礼拜呢 已经有一个口碑场出来了 对我没有看到口碑场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今天录影的今天的当下呢 其实是正式上映的这一周 嗯 对那这一周呢 呃的上一周 呃所谓的所谓的口碑场 他第一个礼拜的上映的时候呢 就创下了台北票房的32万的成绩 那是在当周的第15名啦 所以算好吗 以他我觉得以他来说还不错 还算OK 因为毕竟这部片 他偏奖记类的东西我觉得 这部片 我不觉得他当初是为了冲澳 或是对我不觉得 可是他那个型已经被定型成 OK 我觉得 对对对就目前来讲 就是因为呃这个金球奖 或是奖记的关系哦 呃这部片在奖记期间的讨论度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呃 蛮多人都在关注这部片的 然后这部片也非常的神奇 就是说他一开始的定位 我觉得他应该是 小品故事 小品娱乐 小品电影 然后是有点偏 议题类型的电影 议题类型 然后剧情 然后惊悚类型的电影 所以所以我 我觉得他今天有这样子的效果出来 我觉得除了是呃 女演员很会演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议题方面 呃有跟上这个 时事的风潮 最近的时事 而且有点 有时候是 哦算了 哎算了没事 哈哈哈哈 我再想一下 对 好那这部片呢 其实是这个女导演 艾莫瑞德芬诺 他的首部处女作 处女作 首次指导跟编剧的电影作品 然后那这部片的主演呢 是包括了这个凯莉莫里根 然后艾莉森布里 哦等等的这些人 哦为主的这个片子 那当然呢 女主角就是凯莉莫里根呢 在这一次的讲机期间 也是备受肯定啊 然后入围了很多 呃女主角的 奖项这样子 所以算是这次的奥斯卡 蛮大的一个热门人选啊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录影的今天的 明天 他才公布 录影单 但我相信他可以 我我也相信他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怪我们 请不要来泡我们 拜托好不好 我们录影的今天 我们相信他可以 不代表奥斯卡 相信他可以 对 好那这部片呢 其实就是在描述说 女主角凯莉呢 也就是凯莉莫里根 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 他原本是一个 非常非常前途看好的 一个年轻女子哦 啊那但是呢 呃他因为一场事件 然后被迫 也不是被迫啦 就是选择了 放弃了他在 医学院的这个学历 然后在某个地方的 咖啡小店里面打工 然后就这样到了30岁这样 然后但是呢 某一天呢 他在打工的时候呢 就遇到他以前的一个 大学同学 也就是当时在念 医学院的一个同学啦 然后现在是一个 巧克力医生 嗯 然后是男生啦 对男生 所以呢 就意外的 跟他坠入了 爱河 差不多 对 就是跟他产生一些 情愫跟感情啦 然后呢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让他不得不面对 当时 让他放弃学域 学业 让他放弃学业的一个非常重要 关键的一个重大事件 转折点 对 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跟他的一个 以前那个很好的闺蜜有关 对 所以 这部片呢 其实就是在看 这个到底 是什么样的事件 这是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他前面 扑了蛮多 扑了蛮多 就是让你觉得可能是那样 或可能是那样 对对对 然后一开始我们可能就以为是说 啊这个人就是废 废青 对 然后啃老竹 然后住家里30岁的时候 你知道国外 到了30岁还是住家里 其实是一个很怪的事情 跟亚洲不一样 对对对 亚洲可能是他 当然希望住家里 对 三代同堂啊 可是 到了大学啦 国外他们可能到大学之后 他们可能就是要 要嘛住宿 要嘛就是自己去外面租房 住学校附近 对对对 就是必须离开家 可是他到30岁还是在家里住 所以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是一个 呃 很 怎么讲 可以费 因为毕竟他就是放弃了原本医学院的 对对对 然后让人家很不解嘛 然后这部片 就是最后面算是一个 蛮 负仇主题的电影 嗯 对 所以就是看他当初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东西这样子 所以这部片 蛮多人都在讨论说这个 片子的转折处 让人非常的惊喜这样子 然后也很多 影评人在 对于这个剧本说 想要探讨的 以女性为主的 或者是复仇惊悚题材的拿捏上面 其实这个首次指导电影的这个女导电啊 啊 这个 处理的都是非常的到位 所以让人觉得非常惊艳 那这部片同时呢 呃 也被很多这个影片网站评为非常高的评分 包括Matic Credits 他里面加权分数的平均分 满分之100分的话 他这现在也已经到了70几分了这样子 就算是还不错 然后呃烂盘前里面的 呃大概160折的评论里面呢 有92%的评论是给予正面的肯定这样子 那平均分数呢 呃就是一般观众的平均分数 10分为满分的话是7.8分 所以其实超过一半的 哦甚至是这个 绝大部分的观众哦评论家 哦都是给予这部片很正面的好评啦 嗯 所以呢我们就 其他人不重要我们就看我们两个 对 那我们先问一下Jerico 嗯 这部片你看完之后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然后如果是五颗星为满分的话 你会可以几颗星这样子 其实第一个想法 对来说我会 我很喜欢他对议题的设定 ok 然后他选这样的议题 其实也蛮符合最近的潮流 就是目前讨论风 就是在榔头上的一个议题 对 然后其实他蛮 他的惊悚度比我想象中的更高 ok 就是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 然后最后一个转折 我们就是待会后面再聊 就是一个转折 确实有让人觉得很吃惊 然后因为我看那场 就是我去看小婷 然后其实人不多 但是 就是星星秀态吗 对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什么好选的 就是星星秀态 人多吗 你说人是怎样 不多啊 不多 小婷 小婷 大概十几十个人吧 哦总共十个人 总共十个人 差不多 ok 然后就最后一个转折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蛮 紧张 大家都有在讨论说 哦这个人 所以他真的怎么样 什么样 或他所以他真的这样那样 就是我觉得他的转折 是有让观众出乎意料的 所以 然后最后来讲 评分的部分 嗯 五分 满分五分的话 大概 4.5 哦你会给那么高啊 对 4.5其实蛮高的 对对 对啊 蛮高的 了解了解 好我自己个人呢 呃 我先说评分好了 我五颗星会满分 我会给到四颗 嗯 对 但但是 为什么不会到4.5是真的满分呢 我觉得蛮大一个 呃 问题是在于说 呃 动私刑这件事情到底是符合 怎么讲 就是这个价值观真的 真的好吗 对啊 当然我也知道说这部片他的主题 也都是在讲说复仇嘛 然后私刑嘛 可是如果 大家冷静下来 就是冷静 理性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呃 第一个他没有呈现当时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对 他那边拍的比较 他虽然有那个影片在 而且 可是他没有把那影片演出来 而且那影片的声音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笑声 就是 对对对 比较是杂音 就是不是重点 对 但是 影片暗示了我们 女生看到了当时的真相 对 对对所以呃我觉得他没有把这个影 这个真相说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这部整部片的主题 主要的视角跟这个主轴 其实就是以女性为主嘛 就是当时可能是呃 被害者的角度 然后去看这整件事情 这样子 所以呃 我觉得他的观点上面其实是 老实讲是有一点点偏颇的 如果你是用一个非常理性 公正客观 不是你要有一个法律层面 如果你是要站在公正角度来看的话 他很明显就是 站在比较偏 他他没有给另外一方太多解释的机会 嗯太多 甚至是还原现场的机会 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比较可惜的地方 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凯莉莫里根真的演的很棒 然后女主角的部分啊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剧本的处理上 观点很明确嘛 啊就是说他就是以这个 这个女主角的视角为出发点 然后再去带到其他的这些相关人士嘛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然后牵扯到了各个不同的 不管是加害者也好 或是律师 法律层面的人 或是当时在处理这件事情的 校方 校方 对就是学校方面的这些人 他们的态度 然后甚至他的家长 他的家庭 父母 哦 然后或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后来交的这个男朋友 对 然后在不暴雷的状态下 文心静有可能 我想交代完可以交代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的 但是呃你要说他没有顾虑到多方面吗 我觉得有 哦就是他从 但是他基本上是从女生的角度 看这整件事情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 哎这个四分我给的是 这个 这是我最大的 极限这样子 ok 对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说他 他最后面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啦 对 然后 是我觉得不太符合现实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最后面有点让我出戏 可是我不得不说 这样的安排 很大快人心 对 而且出乎意料 然后又大快人心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 我觉得 我不会觉得这部片 啊遗憾或是少了什么 就是他是好看电影 而且我也我也会蛮推的 就是很多人如果推荐说啊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 我也我也会推荐这部片 对啊 给他们看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是我们两个人个人的 简单想法 初步那种比较不爆雷的情况下 跟大家讲的想法 对好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爆雷 如果你没看过 或是在听众的 对 是在Soundclub的朋友们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 然后你很介意 你可能会 你可能是已经打算要去看了 但是只是还没有看的话 那就是请三思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转折点 就是 就是尽量不要被爆雷 会比较好 除了我们这样讲之外 你知道 我在看 比如说任何一个文宣 上面其实都会讲说 观影哄请勿泄漏 这个凯西的计划 你说女主角这个计划 所以其实 一直都说 大家都不希望爆雷 所以 就是大家请斟酌 如果还没看的话 就稍微斟酌一下 如果真的 真的有人跳胎了 很好 如果你是还在犹豫要不要看 然后你也不在乎爆雷的话 你只想知道这部作品 你到底在干嘛 然后到底 整体我们讨论下来 哪些地方好看 你只是你还在犹豫的话 那你可以 就可以准备 准备 准备接续观赏 或准备接续听我们 接下来要聊的东西 但是 我满有信心就是 我们就算是 剧透爆雷 全部曝光光 你还没看 我觉得你也会 觉得很有兴趣想要看 当然 老实说 我觉得这部片的 剧本真的很强 对 对 真的很强 然后而且观点非常的明确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各个方方面面啊 哦就是 整部片的那个执行力 我觉得都很到位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部片 嗯 好 那就进入到我们的 爆雷环节了 爆雷环节 对 那我觉得这部片 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讨论啊 第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凯莉莫里根 最备受瞩目的 对 女主角的诠释方面呢 我自己个人看的时候呢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很棒 就是他有很有层次 然后前后 就是在 跟着这个主题 下来 你会从一开始 觉得这个人真的废到不行 然后你会觉得很烂 他真的是一个 这真的是个米虫这样子 然后 你为什么不努力呢 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 你慢慢慢慢的会改观 然后会 会 甚至同情他 然后会觉得说 他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 你不能说情有可原啊 因为毕竟 你知道 按照道理来说的话 本身就是 按照我们比较最正规 就是道德规范来讲的话 对 其实是 不太 不太能够鼓励这种行为的 很鼓励 但是能理解 对 但是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也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他愤怒的点 我们也感受到 他很痛苦 他很难过 他 他在面临这些 这些过去的阴影的时候呢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 都能够有那个共鸣在 所以我觉得整部片 你要你要说这部片是凯莉莫里根的独角秀 我觉得算是啊 我觉得就是好不好 就是 对 就是看他表演 我觉得这个非常过瘾 所以我会推荐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光看剧情表演故事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这样 所以我觉得 呃 呃 这次凯莉莫里根真的很棒 对 那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 就凯莉莫里根的这个女主角的戏份 来看的话 呃 我觉得他就是呈现了 三个阶段嘛 第一个阶段就是 呃 30岁很废宅在家里 然后做很烂的工作 对 没什么前途 然后到中间他 挖掘真相 然后开始要去 你要写那个笔记本 然后 然后 从123到5嘛 嗯 对 然后这整个过程 中间的那一段去寻丑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 呃 很循序建议很有层次的过程 然后第三个地方 我觉得是 电影中他穿插了一个 他跟男男生的一个互动 就是 他有这个过去的阴影在 可是他 想说好 他有试着想要改变 想要试着放下 然后想说就是 好我借由这次的新的恋 恋情 然后去 这个 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 就是摆脱就是之前的那个低潮啊 就是试着要改变自己 对对对 我 我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的剧情 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形象的塑造里面 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剧情就是 他在酒吧里面勾搭人 对 对 然后也用了这样的方式 然后仙人跳了很多人 对 对 所以 所以从这样子这个反差 哦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感情面啊 从他这个 呃 自己的生涯啊 嗯 自己在这个探索生命的过程中 自我认同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都有很精彩的演出 所以 我觉得女生 女性主题 以女人这件事情啊 哦 我觉得这整部片 哦 真的是 非常的 推崇这样子 对吧 我不知道Jerico你看完 我觉得对于角色的 整个完整度 因为其实他 这种类型的电影就可能 呃 主角陷入一个低潮 他可能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 他陷入在低潮里面 然后他可能非常的 他可能他整个人生 就是电影大部分的时间 他可能都是非常的 负面 嗯 他可能一直想要复仇 可是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多在剧情里面多加了一点 他可能会产生 他可能可以走向新的道路 的那个可能性 嗯 他就让这个角色更 立体 更贴近真实 我觉得要这样讲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 大家知道 你不可能有一个人没有 没有一个人一辈子 都是非常的负面 他可能有曾经想要觉得 他可能曾经有快乐过 他可能曾经想要 我尝试过 I try 就是他可能每个人都有 那个try的过程 那有没有成功 不一定 那像你们 就像剧场里面 他试了 但他最后还是觉得他办不到 对对对 那可能发现事情 还是没有 他想一下 他还是得把那事情了结之后 他才可以 或许才可以变得更好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多价那个设定 就让这个角色 是故事更贴近现实一点 对 不是一个完完全全 一个复仇愤怒的故事 而是一个 如果他真的是完完全全 是都在讲他复仇 我觉得就是昆廷塔人提诺 而且就是会很会很爽 可是你会很过瘾 你会觉得他 这这故事有点架空的感觉 不切实际啦 你就会知道 你知道看昆廷塔人的电影 你会觉得他不是 同一个世界的人 你会觉得说 你会知道那是一个 他自己独立的世界观 对 产出来的作品 因为你不会说不好看 但就是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可能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可是他放了这个东西 可是他放了这个东西 让这个角色觉得 好像 人生真的有可能就是 你可能想要尝试改变 但是最后是没有的 我觉得这点是 他让这个角色更完整 然后凯雲雯跟 就是演得很到位 然后现在他跟 男主角都继唱还不错的 就是约会的戏嘛 我觉得他 就是有忽然改变 那个 整个剧情的定调 你会觉得 是不是 结果 就会让你猜说 结果为什么 又会倒回那个样子 对 我觉得那一部分 我会觉得 而且就是当倒回 就是说你对 这个事情不会 你不是觉得 哦对 他还有复仇 你会很开心 你会反而会觉得 有点可惜的是 他没有成功改变成功 你会觉得 对他有点惋惜 就有点可惜他 不是觉得 哦 重点要进到剧情 你反而会 更希望形象的是 主角最后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 而不是真的盲目的在复仇里面 我觉得这是整个角色更贴近现实的地方 对 我觉得简单来讲 就是说 如果这个整部片 都是用那种张回式的 哦 就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到五这样 一到五这样子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昆廳塔能听我吗 对啊 复仇很爽 但是 但是如果他想要 完完全全弄得像现实社生活 哇就是这个 很多事情都算了 没有结果 然后他这样放下过去了 然后他就投入到下一个 我觉得就会 有点像是细无警探 就是 太现实了 太太太real了 太real了 太无奈了 你知道吗 还有一点戏剧张力 对对对 就是太贴近现实了这样子 然后谁想要看一个人在那边 那个志愿之爱 然后到最后 哇重新找回自己 然后充满正能量这样子 但是也可以啊 但是他没有嘛 他没有 对他没有 他没有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女生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剧本写这个女生 把他 我要爆一个超大的雷了 就是他把他写死 对 我觉得完完全全出乎我预料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种副的电影的最后 你是想看他怎么去 去大快人心 对我原本想说 他在挣扎的时候 会拿到旁边的时候 某个人都要敲他头 对 我知道最后他甚至 就是他应该已经死了 我还觉得他你是不是在夹死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就是他那个朋友过来 对我是 然后说 欸起床了 然后他说不定就真的惊醒之类的 然后可能让人是吓到之类的 就是我想说他是不是从头到尾 或是他是不是 有在进来说 偷架什么摄影机 然后想要拍那个画面 就是想要把那个画面录起来 然后当作一个证据 对 让他那个人真的去 直到 我看到他的尸体被烧掉 直到那个手在那里 然后他踢回去 对啊 我想 我看 你这个剧本太强了 你敢这样子做 然后而且 你是让坏人得逞哦 对啊 你又想说 干这个球有这样搜 对吗 我觉得超强的 然后而且我想说 你让坏人得逞哦 我就看你接下来要怎么编哦 你要怎么掰哦 你最好要给我个好结果哦 而且如果真的坏人得逞 或是真的斜不压阵 或是真的斜压阵 那我就会好奇就说 那到底 这不定的 到底为什么那么多影评人推 对 所以我就接下来看 结果他真的又让我再一次 就是一个转折 你觉得出乎你的意义 虽然有点不太现实际 有点出戏 对 但是 我觉得他这样做 就是 就是有点另类的在安慰 现实生活的这些 得不到结果的受害者 就是你知道 校园霸凌啊 然后有很多这种 或是性侵害啊 这些人 现实生活中有可能不了了之 就是在一连串的什么官司工房 然后耗了很多时间 到最后 大家可能就觉得 好酸哦 我不想 我不想浪费时间 我不想浪费我自己的青春 在这些鸟事身上 然后干脆就没有结果 我觉得他是有一种 另类的安慰到 现实生活真的面临到 这样子的问题的人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悬泄出口 我觉得很棒 对 所以 我觉得他结尾设计的非常的好 而且他大部分的转折都压 他两个大转折都压在结尾 对 而且是连续的 对 你觉得他真的死的时候就真的全部傻眼 我一开始原本以为转折会不会是在 就是他 呃 跟那个男主角已经开始有点在约会了 然后结果他还是到酒吧去勾搭那个黑人 嗯 然后在酒吧的外面然后遇到 遇到男主角很尴尬的那个时间点 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你认为那会是这部电影蛮大的一个转折 对 就让他改变那个人 因为隔天他去道歉嘛 然后我一开始原本 因为那也是一个转折点 对我一开始以为会不会他去道歉 然后男主角就说好了没关系啊 我们再继续 对 对 结果男主角当下没有说好 当下拒绝他嘛 对他就说他不知道 对 不行之类的 对对 然后他就是默默放弃 然后就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继续继续復仇啊 继续復仇啊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一开始原本想说 哇该不会要这样的那么芭蕾的吧 结果没有 然后就最大的最大的 没想到最大的 最大的爆点竟然是最后 爆点竟然是他復仇失败 我觉得超强 对因为因为以前的那种復仇电影 一定是大坏人心嘛 最后结果就是看他怎么处理那个 他要他要付仇的人 最好就是把他爆头嘛 对啊 好像很爽嘛 私情教育结果也都这样演嘛 对 就当你发现他没有复活成功 我就觉得 干 就是就觉得很无力 就觉得很无奈 就觉得啊 是不是就像Date说的 哈哈哈哈 就是一直在挖斗 没事了 没事没事 哈哈哈哈 红色法 红那个什么红色法带 红色法夹 法夹 对 买一个新的给他 天哪 对啊 我觉得就是 差了 就当他里面无理感觉 就觉得啊 好是不是 就跟现实生活一样 就是 差那一步 就是 可是就是那一步 就是永远到不了 嗯 可是最后还有稍微 就算安慰一下 就是 在看的观众说 哦 就是还有机会 就是还是有机会 不是完完全全都是像那个样的 嗯 虽然有点出戏 但是 我觉得他 但是你可以接受 他那个做法 我觉得是有 因为毕竟这部电影 总共来讲还是要讲一个女生去 复仇去 帮他的 他现在的朋友报仇的故事 对对 那到 所以根据你还是要把那个故事给 收的一个漂亮的一个结尾 那他肯定要复活成功 那 复活成功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也可以直接把他杀死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用任何方式 你不一定要死 嗯 主角不一定要死 可他用主角死掉的方式 有点类似的事情 就是像是 他用他的命 去换来 那些东西 嗯 我觉得那个张力有更大 嗯 然后加上他后面有 其实他其实里面也有加一点那种 家庭的 家庭跟 小孩关系的那种问题在里面 家庭关系 然后也有在讲 那个律师的那个立场 对 那律师就放不下 并不是 就像有点 有点在讲的是 不是每一个做那些事情之后的人 都会 都可以 黯然无私地度过 对对对 那么长的时间 也有人会良心不安 也有人会 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就是他里面诠释了 很多种不同角度 对对对 那种 那个人的 那种立场 我觉得他就是诠释的蛮到位 然后让你看见 嗯 人没有一个完整的 全部的二一面 全部的散 就是一定会有人 做的时候 觉得自己良心不安的 所以我觉得 律师那个角度出现的还蛮 还蛮特别 我觉得蛮厉害的 而且我也蛮想到 会设计一个这样的角色在这里面 因为 好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主题 也就是 呃 要讨论说 这个剧本的编法 然后还有 呃 对应到 可能现实生活层面的一些 校园霸凌 或是性侵害的问题 对 然后 我觉得这种 这么部片简单来讲 就是 女主角跟他的闺蜜 在大学的生活 呃 在某个场合上面 他的闺蜜 呃 被庆星嘛 喝寡了 然后学庆星 对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性侵的关系 挂还是 性侵之后 然后他自杀 看起来是他性侵之后 可能 有可能 自杀 比较看起来安排是这样 对 就是 因为他没有明讲 那个 因为他明明 他一直没有讲他怎么 去世 对对对 就只是说 哦 这个女生 当事人啊 被性侵的当事人 现在不在而已 对 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在 然后 呃 呃 然后当时可能 呃 可能求助学校 然后学校也做了一些 比如说 两兆说法 然后 哎 性侵的加害者 呃 他们家可能就是运用了一些 律师的手 的 的方法 找一个好的律师 找一个好律师 然后帮他们打一个官司 然后也赢了 然后整件事情也结束了 然后 呃 放不下了 反而是这个女主角的感觉 然后所以他就 呃 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休学 然后不再继续念他的医学院 嗯 然后跑去打工 然后就直到了30岁 这样子 就戳妥了大概 十几年的时光 这样子 所以其实 呃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因为 在打工的时候遇到了男主角 然后 然后他才又想起了 又想起来以前的事情 那些人 然后再回去看这些 当时 不管是 老师 嗯 然后也不管是加害者 不管是当时帮这个加害者 辩护的律师 然后或是 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那个闺蜜的家人 嗯 或是自己的家人 等等的这些观点 来看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呃 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他是以女生的角度来出发 所以他去找律师 或者他去找老师 他去找加害者 这些都是以他的观点 加压在就是对方身上 对于像律师那段 就有点就是他一开始是要复仇的 对 那后来他看到律师那个样子之后 他也选择 原谅他 就一开始他是以他的想法 就他觉得这律师一定是 到现在那就是 他就觉得这律师 一定不知道他自己错 然后他也想要复仇 可到最后他发现律师 其实是这几年下也过得 跟他一样很痛苦 就是他有良心不安啊 或是他 他觉得就是啊 他也 对就是他做这些 可能 哇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有点像是 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律师 你可能一开始有很崇高的理想 我需要 伸张正义 我要为这些 正义发生 对为正义发生 在法律面前 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公平正义 对 结果哎你可能因为这个 时间久了之后 在这个职场上打滚很久之后 你会发现说 你可能往往为了 钱为了生活 然后去 放下了很多自己的原则 或者当时这些初衷都迷失掉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的观点来看 他用律师来看 我觉得放用到任何的职场环境来讲 我觉得都可以套用得了 所以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律师这个角色 加进来 我觉得他又把 这整个故事的那个level 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说 多了一个立场出来 对就是 如果从法律层面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好像 没有一个法律真的 或是每一个官司或是每一个案件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善终 对不一定是每不一定每次都可以得到就是 可能真的真的也可以伸张 或真的真的做到一定的报酬怎么样 对啊 就是不一定嘛 他就是用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就为什么像 最近有很多社会事件 对不对 嗯 或是 吵很凶的 呃 某个尾牙场合上面 对不对 有种你来告我啊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信 你你被性侵了 或是你你觉得你被性骚了 你就来告我啊 那另外一个人 就为什么不告 我觉得我觉得就有很多很多 那种 如果你真的实际上去走法院 你真的去走到那个法律程序 你就会面临到很多 真的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不尽理想 你不是你想要怎么做 就有可能怎么做的事情 因为走法 走法院之后就是一个 你没办法控管的阶段 对啊 啊 如果真的要接到那个 走到那个地步的话 比如说举证 对不对 举证 你要举证 而且走法院还有很多 如果接对 对啊 这样走法院也不是这么 有时候对方肯定会 针对你的地方 做出一些 做反扑啊 对啊 抨击 或是想办法让你 对啊 走法院就是 而且如果你做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东西 诶 别人是可以告你误告诶 对啊 如果你今天拿不出一个很明确 就百分之百证明 就是说对啊 而且反而这东西 就是要很明确嘛 对 就是像电影面说的 那个校长说的嘛 就是这种事情要调查清楚嘛 就是男生如果被冠上这个罪 就是再也会洗不清用 所以他们才没有 这么笃定这件事情 对 所以 所以 在那个影片还没有公开之前 我觉得像那个学校 那个 那个校长讲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能够理解 我能理解啊 就是以一个 学校的身份来看 你要去主持这个 这个 何世佬啦 或是第三地方 第三方的这个 这个介入的时候呢 我觉得其实 仲裁 你不能偏堂 任何一方啊 对 不 因为 你这个如果真的一不小心 算是判错 也不说判错 因为说 不小心说错话的话 那可能就间接毁了其中一个人 不管是谁 就像他今天 他最后今天的作法是 他毁了那个女 他随了他那个朋友嘛 算是一部分这样做 可是如果他 也不是毁啊 就是说 这句不足嘛 你也没办法去 说清楚啊 对不对 在那个影片还没有还原之前啊 我觉得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发生 然后 然后双方可能就是各说各话嘛 然后我们当时没有对他怎么样啊 然后女生也提不出来 就是说啊 这是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他 啊这件事情就无聊 不了了之啊 对啊 所以我在想就是那个影片 最后是一个 有点像是原子弹一样 就是爆炸这样 然后他也承给了警方 或是承给了那个 呃 那个律师 那个律师又拿到 那个律师拿到 那 剧情就收尾在收尾在这个 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就能够理解说 这部片 他并不是要去讨论 法律 或是谁要去 我要去主持 主持一个公平正义 他不是法庭系的 他其实就是在讲 这个法庭外 人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也 处理那个律师的部分的时候 他也不是完完全全就处理说 啊这个律师当时怎么打官司 然后他做到哪些事情 他没有要还原法律 法律判决过程 对 他其实都是围绕在人 这件事情身上 所以不管是律师 哦 律师也是人啊 法官也是人啊 警察也是人啊 校长也是人啊 然后男生也是人啊 女生也是人啊 所以其实 这人的反应其实才是 呃这整部片想要去探讨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到最后面我就觉得说 OK你既然没有想要讨论法律 那那我就是看 这个你在编剧的过程之中 你把这个人的反应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去呈现出来 我觉得就 就就很OK了 所以我觉得更有趣的就是说 OK他拍到就是呃 就是那个校长那一段的时候 哦 对其实其实我很开心 就是说 他也表达了就是说当当时的立场是怎样 确实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就是这样啊 对你去求助很多人的时候 站在那个人的角度 他不可能 或者以你的角度出发 你会觉得说 诶为什么你不听我 对 一定会这样想啊 一定会这样想 明明就已经这样子了 为什么你不听我 然后你为什么你 你你你你你不听我的话 你跟我不是在同一国 可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也没办法去做出任何的评断 对啊 因为最后来说 他就是不知道到底完整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完整证明 当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 那如果他现在 太过轻率的选择 哦好我就听你 那如果事情到时候错了 那是不是间接就是 不小心去 不小心去伤害到另外一方 对对对 那我相信以一个学校来讲 他们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对啊 所以其实 我还蛮想要 你知道我看完当电影的当下 我就很想要 找律师朋友去看这部片 然后然后 如果是一个有经手过 呃 民事案件 或是这种刑事案件 或是这种性侵方面的东西 他们怎么去看这部片 然后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个状态 就是诶 没办法解决 然后到最后官司就 没了 撤告 和解 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想要找 法律预防官的朋友来看这部片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 这个 观感 对对对 好我们回到电影本身 我们刚刚讲到剧情 性情的处理方面 我觉得很聪明就是 他没有把 那个影片 显示出来 就是等于是说 OK 这件事情完完全全就是 女生的出发点 他看到的 就是 对 就是他不要去模糊焦点 老实说 就算是把焦点聚焦在 这个角色身上 因为毕竟如果你真的拍的影片 那可能会模糊焦点 那整个立场 观众看起来也有可能 观众可能说 哦 那个男生其实 也还好啊 也还好啊 大家可能会觉得 他就是要把观众的情绪 堆叠到那个点上面 就不能有任何差错 不会让你中途岔开来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 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 对 他没有把那个影片呈现出来 就是只照到 女主角去看到 那个画面 对 对 因为他那个重点 其实就要带出说 其实我现在的男朋友 当时也是加害羞 对 他其实是要 他是要讲那个重点 对 那你会因为以前的事情 然后影响到你现在 跟这个人交往吗 对啊 对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部片厉害的地方 对 有很多地方 他是抹掉的 嗯 这是第一个重点啊 第三个重点其实就是 呃 配乐的部分 对配乐的部分 我当初 就是因为 那个 小天不安妮那首歌 嗯 我我我我 我觉得这个月号片太凌了 这样子 所以我在讲谈 他整个配乐其实 因为就 你还有很多是 注意一些 也觉得是歌曲啦 对对对 那歌曲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查他们的原生 对 就是 现在哥达应该 有 现在Spotify有 所以哥达生 大家可以找一下 可以听 其实都蛮 都蛮有象征性的 对 我会觉得 然后 对于整个节奏 对于整个电影的节奏 我觉得他有做到辅助的效果 对对对 他不会让你觉得很粗细 嗯 就像他该快乐的地方 他就是快乐 嗯 那他 该让你觉得 压抑的情绪 他也有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个配乐 就是很多电影的配乐是 比较很难让你 就他 你独一听 你当然觉得他很好听 嗯 可是你真的把电影融在一起 就觉得 有时候可能就刚好符合 就哦 符合这个情绪 可是很少是 可以帮电影加分 对对 就是配乐 我觉得今年的Oscar 认为配乐 我觉得我可以 我觉得今年战况 应该还蛮激烈的 对 希望可以继续 对啊 这讲讲到 讲到歌曲的部分 我很喜欢他里面 插了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 Paris Hilton的那首 麻辣歌 对很麻辣歌 那个超智障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你知道你知道 就是在 国外哦 你知道 Paris Hilton 那个希尔顿 巴里斯希尔顿嘛 他就是那个 希尔顿集团的那个千金嘛 然后他就一直很喜欢在 很想要当明星 所以他就是在演艺圈 比如说出唱片啊演戏啊 就我有看过他演过电影 然后他那一年也被 提名金衰美奖这样 所以就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 呃 简单来讲就是 他在国外 很多人的 印象之中 他会是 一个金发无脑妹这样 虾妹 虾妹 是虾妹 但是他很有钱 他很有 媒体资源 可以去曝光 或者他去炫富这样子 所以 他 他去唱这种歌 其实就是芭樂歌 毫无内容的这种 很芭樂歌 然后就是流行音乐 然后他唱的也没有很好听嘛 对 就是 就是他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泡泡堂女孩的 嗯 对 就是 就是 昙花一现 没了 然后他也没什么 很 没有什么让人这个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个艺人 但是他就是很有存在感 对 就是 我觉得很厉害 然后他里面 他那个就是两个人在耍白痴嘛 对啊 对所以就是 你知道爱情是盲目的 对对对 没有什么内容也没什么理由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在一起这样子 对 就是就像 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去听 这个Paris Hilton 对 为什么还媒体还是会去 把他当做笑话的看 然后每天都那样爆 就这样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我觉得还蛮 蛮有趣的 对啊我觉得他里面的歌都选的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 然后整个下来 整个电影刚下来我觉得 而且他预告的 其实他就是简直有 很吸引 配乐本身就很吸引了 这样整个对 有人在听下来 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很喜欢 这部作品是除了他的画面啊 配乐 我觉得配乐就帮他加分了不少 应该说他帮每个特别的情境 就把那个情境再拉到更上面 因为我有看到国外有人就是 因为Toxic这个配乐嘛 因为他就是改编那个 小林布兰妮那首歌 然后就有讨论到因为 小林布兰妮最近也很很有话题 对因为好像是 有媒体就是把他的一些破网给挖出来 就是说他当时 其实是被他的好像是 父亲是不是 他的爸爸就是控制住他的那个演绎的 就是用好像是用监护权的 方式 去控制他的任何的一举一动 所以他不管是发唱片 他唱歌 他做的任何演绎上的一些 经营他自己的这种演绎事业的时候 其实真正获利的 是背后拿着监护他名义的那个人 对就是他他就是说 你你明天给我去 去唱片公司出唱片 你明天要去接什么什么的电影 然后他就是被当作是一个傀儡在 在在被利用 所以你知道长大之后 呃这个成年之后的小林布兰妮 他为什么发展那么不好 就是因为他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都不是他愿意的啊 对所以就有很多媒体开始在在讨论说 诶除了小林布兰妮之外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艺人 哦他就是真的就是纯纯卖艺的哦 后面有很多团队帮他所有的 就打理所有的一切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毫无自我思想的一个傀儡 长大之后当然就是脱绪啊 你看就是有很多好莱坞的例子 就是说迪士尼 迪士尼旗下的童星很多啊 崩坏了很多人啊 迪士尼旗下的超多崩坏了 应该这也不说崩坏了 是说风格跟在迪士尼的时候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 比如说小假之丁好了 他一开始出来超清纯啊 可是 他长大我觉得他那个是长大 长大对 我觉得他那个不是压抑崩坏 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啊 会想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是他可以崩坏了 他结婚之后好多了 有啦现在比较好一点啊 对现在比较好一点嘛 可是就 就你也看到很多好莱坞的例子 嗯 对所以所以蠻有趣的 所以就有人就开始讲说 诶那小连的布南尼 然后套用到 这一个配乐 诶他说是有点暗是什么 我觉得是有点 抄异啦 可是他 用TASIK 这个基本上他就是在讲说 哦这个女生有毒毛 然后他要进去那个场合 开始要去 擾乱一些事情了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一个氛围 对啊我就整理下来 我是我是对 是不是对你很多 就各个方面 我都觉得他表现的很优秀啊 嗯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 讨论剧本演员 也从演员讨论到剧本 然后是又讨论到配乐 我觉得各方面都表现的蛮 让他印象深刻 对 所以 对我觉得 就是期待看看入围 嗯嗯 到时候 像影片播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嘛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就比较期待可能是演员跟 就是演员 我演员跟配乐吧 对对对 嗯 我我觉得剧本或许有可能有机会 今年的剧本 嗯 因为他他其实蛮原创的啊 蛮原创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 好莱坞电影 他其实缺乏原创性嘛 我觉得这部片他 原创加议题类型的 对 这一部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很 规模浩大的片子 对他也不是 他就是一个很紧密 很focus在 一个单一主题上面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也蛮期待的 确实 嗯 看看有没有机会 是的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对于 呃 这个花样女子的讨论啦 好 那 那 Jaco有什么想要特别补充的吗 没有大概到这边 差不多到这边 声音到这边就 声音画面就到这边 哈哈 没有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 可以讨论的地方 或许 哎我没有提到 可以在留言区 然后留言这样子 对 然后 呃 我也蛮好奇 就是大家看完这部电影 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哦 不管是 针对性侵这件事情啊 或是你有没有 过往的一些 经验 不管是性骚 性贫议题的东西 你之前没有遇过 我觉得 藉由这次的电影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去讨论这样 欢迎大家留言啊 我们讨论的最后面 我觉得我问Jerico就是 这部电影我们会推荐哪种类型的人 已经变成我们这个类型 已经变成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结尾 固定的一个结尾 对啊 因为就是 你知道推荐嘛 对啊 如果我们大家站在推荐的角度 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觉得哪些人比较适合你去看 你的特定要选出一种特定的主题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这部片蛮普通 我觉得它蛮适合大众 就是你真的任何人看都会有感觉 因为我道歉他目前为止我 我还没有遇到看完觉得难看的人 因为他 你说他没有娱乐星 他有娱乐星 你说他没有戏剧 他有 他有议题 他有 他有演技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表面的迈向来看 怎么推 他并不是一个 好像我今天去电影院 我不知道看什么 他不会是一个好选 他不会是一个一般人的第一选择 对 我觉得迈向没有说 迈向没有特别的亮眼 或者这样讲 就是不管是片名 还有一般的故事性 对 但是看了之后 你会非常惊讶说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通俗的故事 对 你会觉得他 跟你想像中的其实更简单 然后他要讲的东西也很明确 对 然后好像 原本有很沉重 他又不是一个很严肃的 他其实有好笑 他有一个黑色幽默在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他 虽然我觉得他是 你真的要 如果今天是一个人来问你说 我最近想看电影 有什么好看的话 我觉得这部就是可以推给每一个人 对 我也是 我这部真的是适合每一个人 这应该是第一部吧 第一部就是 我们聊天 我们今天推荐适合每一个人 非常佛大众但是又很好看 亚俗共赏 对又是很有异点很有深度 对 不会失望 不会失望 真的不会失望 就给这部片一次机会 给他一次机会 对了 如果你看完之后觉得 妈的我们就是在唬烂 或是明就很难看 我觉得也欢迎 欢迎留言 对 或是你已经看过 然后你听下来觉得 我会好奇就是 为什么你会觉得难看 对 对 我们觉得 立场还偏颇等等 或是 对 或是 你可以分享一下 说不定我们没有看到某些盲点 你觉得 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之类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看过了 你真的刚好在看这影片 然后你已经看到这里了 那就欢迎 你可以先影片暂停 然后往下划先留言 我们到时候就会看到 我们可以 之后 如果你你有留的话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 可能下一次的评点 先回答你之类的 OK 对 我觉得如果相信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不好看 你真的觉得看 怎么可能那么好看 我觉得我看完就觉得他就很烂 浪费我的表情之类的 欢迎留言 对啦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跟你评电影的 花样女子的部分 那下一次我们要评的电影 是巡农死者 拉雅 那请大家记得锁定我们这个单元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追踪 我们的留言书粉丝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IG 以及各大声音平台 那我们下一次跟你评电影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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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感谢观看